尾南洋西出海口附近 鱼群疑似染病 鱼身出现局部溃烂 或是尾巴整个掉落的现象 鱼民是表示 最近抓到烂鱼的数量大增 担忧是不是海洋遭到污染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找出原因 这些鱼到底是怎么了 有的是头部出现伤口溃烂 有的则是烂到连尾巴都没了 中围乡西满地区的鱼民 最近出海捕鱼 发现异常的鱼数量有大幅增加的情况 担心海洋是否遭到污染 一般都没了多 今年这在头 头上有 以前是没头都没了多 今年都在头 在哪里里的 这是南洋鸡口 南洋鸡口里的 我差不多都5、6、4、5斤 你看到这边 都差不多5、5、4、5月而已 今年都有几岔的 哦 于是冯大石降中就对了 《肥的水泳》做成这种变变 于后是有身体? 그리고 是来扬帘 legislation 一定是 sa nave 途木端来做成 那些魚子會去給予牡子 一般予牡子 為什麼要去 牡子也有牡子 沒有 牡子也有牡子 牡子也有牡子 環島局長陳登青 農業處長楊文全 今天都前往西南地區 了解魚群感染的情形 陳登青表示 將會請漁民捕捞火體 進行化驗 把我們漁關所的 相關的專家告訴我們 現在這個魚 第一個是有各種不同物種的魚 就代表說 其實它不是一個特定物種的病 第二個是 從它身上的傷上面判斷起來 它是先有一部分的小傷口 然後受到細菌的感染 那第三個 那個專家其實告訴我們說 通常這種感染 如果是在封閉的水域 像養殖魚池 那這是常見的現象 但是在開放的水域 像河海這種野外的狀況 會嚴重到 會讓多樣的魚 跟數量多的魚 受到感染 那顯然情況是嚴重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會處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今天晚上配合這個漁民補慢的這個事情去採火體 然後送那個實驗室來那個檢驗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菌 引起的這些傷 第二個我們會在宜蘭的不同的地點 因為可能在不同的地點這個水質的狀況不一樣 那我們會在不同的地點來採水質 來確定說這個南兩溪口是不是這個水質特別惡化的狀況 漁民表示捕撈到的魚身體出現快爛傷口過去是經常發生 但都只是少數一兩隻 從來沒有數量這麼多的現象 讓牠們感到很擔憂 希望能夠早點查出原因 宜蘭新聞記者黃文淑採訪報導